同学们,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手机摄影中的风光摄影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手机它作为一种拍照工具 它的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其镜头的焦距不大 一般来说呢,手机镜头的焦距都小于30毫米 这一点呢,我们也要理解工程师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机它作为一个通用性摄影工具 因为它又不能变焦,所以说工程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只能遮中一下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手机摄影作为拍照的工具 它的最大的局限性就是焦距是固定的 一般焦距也比较短,大概只有30毫米左右 一般来说呢,还都不超过30毫米 那这一点呢,它的景深又非常大 手机去拍摄人像的话 我们还会感觉手机的镜头焦距稍微有点短 焦距不够,景深也比较大 应该说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呢 这是手机镜头的一个局限性 或者说是手机镜头的不足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拿这个手机镜头拍照 拍着风光摄影的话,应该说那是相当合适的 但有的同学可能说了,现在的手机镜头 如果说镜头焦距再短一点的话 那拍风光可能会更合适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能要求镜头的工程师要求太多 因为他要兼顾到风光,又要兼顾到人像 又要兼顾到计时等等 所以说现在这个镜头焦距呢,已经很不错了 那一旦遇到比较大的这个风光场面 我们使用这个现有的这个镜头呢 如果说拍摄不下来的话 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 一个,我们可以使用手机附件 这个呢,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讲到 另外一个呢,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我们可以使用手机的全景拍摄模式 长条状的画面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使用手机拍摄风光 已经够用到了 下面我们看几张照片 这一张照片拍摄在河南省淮阳县的 一个老家的一个城湖 这里面呢,有万亩的河塘 所以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为了表现这个城湖的水面的这个面积广大 又要拍了这么多的这个场景 上面有游船,有荷叶,荷花 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说用一个焦距比较短的 我们的镜头呢,是比较合适的 画面的景深啊,拍得非常大 如果说使用相机拍照的话 我们会支上三角架,把这个相机的光圈呢 镜头上的光圈设得非常小 来达到一个这个所有画面都清晰的大景深效果 现在使用手机拍照呢 我们是不需要过多的考虑这个景深 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画面呢 它的焦跌,这个清晰范围都是非常大 所以说刚好,所以说它这个大景深的效果呢 也刚好适合我们来拍摄风光 刚才那一张照片是在我的老家拍的 这一张呢,就是在我的第二故乡 杭州,杭州的西湖拍的 这个也是表现的荷花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一下 由于这个镜头啊,它焦距比较短 前面的这个荷花呢,力外又比较近 远处的这些荷花呢,又比较远 所以说它们之间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近大远小的关系 这个荷花呢,要远远大于其他的 这个画面当中的所有荷花 这也是广角镜头的一个特点 远处呢,就是几乎白笛上面的一个桥 我们叫断桥,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画面 从远处的断桥,和近处的这个荷花 画面呢,都非常清晰 这就是短焦镜头的大景深特点 这一张照片,拍自杭州的一个小的水塘 我是被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些红和绿吸引住了 水塘里面的葡草,葡草长得非常茂盛 然后呢,水里面的一片这个红色 看上去非常漂亮 这牵涉到一个环境污染问题 实际上呢,这个画面呢 这些红色是那个水灶 但是我们不考虑这个污染的问题呢 这个画面还是很漂亮的 整个画面,红配绿的这么一个互补色关系 这个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青海的日月山那边拍照的 这个画面,画面当中上部 采用了大面积的蓝色 蓝色是天空做背景 下面呢,下面呢 有一些这个经番 这个画面让人看起来呢 就是感觉呢 有一种仪式感 比较庄重 在那个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到了青海 到了西藏 那藏区呢 我们的心情啊 跟我们在这个平原 在闹市区当中呢 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在那个地方呢 大家对大自然 都有一种宠敬感 这张画面是在黄山拍的 我拍了一系列的 黄山的这个松树 这是其中一幅 所以说这个画面呢 我把这个小松树 作为画面的主体 其他呢 作为一个半包围方式的一个构图 这是拍风光的 也比较合适 这是黄河 在青海的桂德 我们一说起来黄河呢 都会感觉想到 这个黄河的水很黄 很浑浊 实际上呢 黄河的水在上游呢 是非常清澈的 可以说用清澈见底来形容 但是一到这个 过了宁夏以后啊 河水呢 就开始变得就是 比较黄了 浑浊不堪 这是在杭州 美丽的杭州拍摄的 一个犹太花的道 犹太花 远处呢 是比较有名的 叫八卦田 这一张照片啊 这个瀑布的 这是好像是在湖南的 长沙的一个 一个风景区里面拍的啊 好像是一个大峡谷 这个瀑布 但是拍这张照片呢 呃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瀑布呢 这个流水啊 是比较模糊的啊 这个水从上而下 流下来的速度非常快 当初拍的时候呢 我就用了比较低的快门速度 把这个水的瀑布的流动的感觉 给拍下来啊 当然了 这也加了一个 手机上的一个滤镜 加了一个边 色彩呢 呃 呃 饱和度稍微高了一点 上节目给大家也讲过 我们使用滤镜的时候呢 要有所选择 不要滥用 根据你的需要啊 可以适当给自己的画面呢 添一些滤镜 这个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这是上海的外滩啊 在上海外滩 往浦西那边去拍的 当初呢 刚好啊 天空出现了叮哒耳效应 这时候使用这个手机啊 拍摄下来 这么一个 剪影照片啊 视觉效果 也是不错 这个也是在杭州的西湖拍的 一个 彩河的 嗯 这么一个小的 水中的雕塑 和这一个亭子 它们之间啊 互相陪衬 这是在杭州的西湖 水里面呢 这个彩河的一个 一个彩河姑娘啊 是一个雕塑啊 远处呢 是一个亭子 它们之间呢 互相互应 好了 同学们 刚才呢 给大家讲的是风光摄影 我们使用手机拍摄风光的时候啊 要巧妙地利用风 这个手机镜头的特点 来进行创作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手机镜头的特点呢 一个是焦距比较短 第二个呢 就是景深比较大 刚好它的这个短焦距 大景深的特点呢 刚好适合拍风光的 啊 我们在使用手机创作的时候呢 可以灵活的 扬长避短的 使用手机的镜头 进行创作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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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